那年第一个走出考场的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这么垃圾的体还想阻止我打工 高考结束后 他在工地干活时收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白天在工地扛六百根钢管 一万五千斤水泥 晚上回到家喂牛掏牛粪 照顾生病的母亲 考上清华以后很多同学都没有他的微信 原来他只有一个父亲 用三年后送给他的破旧按键手机 在这个智能化的时代 一部按键手机加上沉重的家庭负担 是怎么把它送进清华大门呢 他说靠记忆 别人用三个早读背会的顾文 他能在三十分钟搞定 别人记一节课的单词量 需要提前预计加上课上的理解 还要课后的巩固 他只要课上三十分钟的时间就好了 他说只要你的记忆力好了 学习其实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有一次 他在学校的阅览室 无意看到一本有关超级记忆力的书 书名叫做超级记忆书 当时抱着好奇的心态 读了几张 里面的记忆方法很新奇 研究了一段时间以后 发现真的能给自己 节省不少的时间 也正是这本书 让自己在紧张的高中生活 抽出了更多的时间 去照顾家庭 他就是出生在宁夏西极县的 善校罗 最终以676分的优异成绩 被清华大学电子信息专业录取